所以如果提前撤出的话就砸了我们的牌子了 这个砸了牌子的话 这个明年怎么办 后年怎么办 陕西果农们的质量意识品牌意识是在市场风浪里树立起来的 早在十多年前 陕西苹果面积已经位居国内第二 但由于重数量轻质量 苹果销售一直处于价廉卖难的初级阶段 2000年起 陕西省重新规划调整苹果产业布局 同时掀起了以大改型强拉支巧施肥无公害为核心的园艺革命 几年时间里建起了全国最大的绿色果品生产基地 在陕西沿岸的果园里 我们发现树上挂了很多这样的糖瓷碗 里面装的是当地果农自己调配的糖醋液用来诱杀害虫 糖醋液 粘虫板 幼虫袋等这些看似简单的物理防治方法 却让陕西果农生产出了备受青睐的有机苹果 凭着纯天然浓缩鲜果汁等在市场上叫得响产品 陕西苹果进入了国内外高端市场 仅今年前8个月就创汇5亿美元 果农收入也在几年时间里增加了近2000元 在北京奥运会上 30岁的老将殷健在女子翻版RSX级别上 实现了中国翻船翻版运动 在奥运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 今天的奥运回眸人物片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翻船翻版队 上届奥运会 阴健与金牌只有一步之遥 北京奥运会 阴健链的翻版型号取消 新改的尼尔形器材 中国人连健都没见过 再加上严重的腿伤 阴健在退役与坚持之间苦苦挣扎了三个多月 最后我还是觉得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只要翻版队还需要我 我就会再拼搏一次 翻船翻版运动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高质地项目 运动员比赛中 航向的选择 风力水流的判断等专项智能水平的高低 是衡量一个运动员能否取得好成绩的关键因素 同样一个比赛场地 国外选手可以根据气象综合指示 很快适应场地 而我们一些队员就是凭感觉 感觉不好成绩就不行 为此中国翻船翻版队在各个运动队建立学习课堂 将水文气象力学等理论学习内容 与翻船翻版实战技术结合起来 帮助运动员把比赛经验理论化 水上训练不可量化 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翻船翻版运动的一个难题 但中国翻船翻版队迎难而上 从易到难 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速度耐力协调灵敏等方面的 水上训练评价体系 所以我们对翻船翻版项目规律认识的不断提高 我们的翻船翻版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59周年 第13届全国十家少先队员评选在北京揭晓 他们是黑龙江省赵东市实验小学王焕杰 湖北省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刘丹阳 北京市辅学胡同小学安怡飞 青海省西宁市虎台中学张淑明 广东省深圳市福安学校张嘉林 江西省平湘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李赫宜 山西省阳泉市矿区西河路小学杨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巴河县加伊勒马乡寄宿学校胡特别克阿新 天津市金门小学郭鸿宇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21小学索嘉英 北京机动车按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的现行规定 今天正式生效 今天早八点高峰时段 北京的道路流量时速低于20公里的路段只有26条 总体流量比以往周一早高峰流量要少 从今天早晨情况看 应该说今天早上早高峰叫以往周一早高峰 相对来来是比较平稳的 这个情况稍好一些是一个总体情况 但是在个别路段在一些常规的用程点段 那么应该说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销管部门介绍道路交通情况的改善 一方面源于车辆的现行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新实施的错时上下班制度 和对30%公务用车的封存 实施交通现行后 北京每天将停开80多万辆机动车 这就意味着每天将增加近百万人次选择公交地铁出行 下面请看简讯 中央财政近日向四川甘肃陕西三省 拨付汶川地震灾区补助资金共计80亿元 用于帮助地震灾区做好城镇居民住房恢复重电工作 我国第一台国产化核能发电机今天在四川德阳起运 运抵广东后 这台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半转速气轮发电机 将应用于广东领澳核电站二汽工程 近日黑龙江鹤港矿区深部及群英山地区探明发现 蕴含着丰富的煤炭资源 初步估算此区域煤炭资源储量可达3.19亿吨 第十三届国际生物技术大会及展览会今天在大连开幕 来自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物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近3000人 将就前沿生物技术等进行交流和研讨 航天国际中心今天在深圳奠基 中心规划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成为中国航天在珠三角的总部管理中心 目前中国航天规划中的八个科研生产基地已有七个开工建设 第四届中国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西安开幕 博览会期间将举办西部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 东西部文化演出交易会 重点文化产业项目集中签约等 今后文博会将永久落户西安每两年举办一次 海南洋浦保税港区已具备正式开关运行条件 今天通过国家验收 这是我国批准设立的第四个保税港区 将成为我国面向东南亚的航运枢纽物流中心和出口加工基地 2008中国济南当代国际摄影双年展 即第二届齐鲁国际摄影周日前开幕 展出了来自美国意大利法国等45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幅作品 2008年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中国柳洲战比赛昨天落下帷幕 卡塔尔队获得分战赛冠军 中国天荣F1摩托艇队赛首瑞典籍的皮埃尔伦迪获得第九名 欧元区15国领导人12号在巴黎召开的峰会上通过了一项行动计划应对金融危机 根据这项计划 欧元区成员国将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等方式 缓解银行等金融机构因为流动性短缺而面临的融资困难 这项政策的有效期暂定为2009年年底前 作为另一项重要举措 欧元区成员国将通过购买优先股等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额外资金 对陷入困境的重要金融机构进行注资 以保证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 据报道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将根据当天峰会达成的一致 在13号公布各自的金融援助方案 仅德国一国的援助规模就可能达到4000亿欧元 另外英国首相布朗今天宣布将向面临困境的英国三家主要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 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和英国莱斯银行 注资370亿英镑约合630亿美元 这是英国政府上周公布的500亿英镑金融救助计划 首次具体付诸实施 另一报道 英格兰银行 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这三家中央银行 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将提供不限额美元流动资金 帮助金融机构应对危机 受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等消息的影响 今天亚太地区主要股市多数出现反弹 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大幅上涨了3.8% 此外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决定为银行损款提供全额担保 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主要股指今天猛涨了5.6% 与此同时菲律宾新加坡等地股市主要股指也出现上涨 但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地股市仍出现下跌 欧洲主要股市今天开盘后也大幅上涨 伦敦巴黎以及法兰克福股市主要股指涨幅均超过6% 泰国总理宋猜1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呼吁国内各政治派别同心协力寻求化解当前矛盾 使各方达成和解的方案 宋猜重申他不会轻易辞职或计算国会 因为即使他辞职也不能解决国家目前面临的政治危机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最高指挥官迈克基南12号表示 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武装进行政治和谈 以最终解决阿富汗当前争端和矛盾 但北约驻阿部队不会介入和谈 迈克基南同时表示进行和谈的前提是 塔利班武装必须先放下武器 承认县政府并停止暴力袭击活动 墨西哥灾害救援部门12号报告说 由太平洋登陆墨西哥的飓风诺伯特以横跃加利福尼亚湾 于12号凌晨再次登陆墨西哥西北部 在索诺拉州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失踪 目前诺伯特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出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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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